新一届特区政府7月1日起理新,美联集团01-200主席黄建业徒,提出三大建议与新班子,包括提升密地效率,不要自卖土地,以及延续楼市放宽政策。 不过,目前通关无期,经济难全面复甦。黄建业预料,全年楼价有约3%至5%升幅。黄建业认为,现时外围因素变化无定。 中美国力及疫情持续等。本港推行房屋政策时,应以稳定楼市为主,以减低外来因素影响。黄建业提出,新一届政府而缩短做地时间,加快未来土地供应的进度。把程序精简,减少叠床价屋,其次。 新班子不要占卖土地。香港土地资源珍贵,而且税机狭窄。卖地对付房收入比重越来越重要。 最后,他呼吁新一届政府延续楼市放宽政策。例如考虑加大安保范围。也可以适度放宽辣椒。在众多的辣椒之中,双倍印花税,DSD,最具空间。 政府可考虑让豁免换自住楼的买家支付DSD。 松仪减低换楼成本。释放更多二手物业的供应。 中官本港回归25年以来的楼价。仍然是以向上为主。 黄建业深信港楼有价。看好长远升值潜力。 至于最受市场关注的息口走势。黄建业强调。只要加息有罪。而且幅度不大。对楼市的实际影响有限。 黄建业俗说。疫情仍然是楼市的最大挑战。通关未有期。北水难以大举流港。 本港经济未具备全面复甦的条件。估计今年全年一手成交6.5万宗。二手全年成交约4.8万宗。 楼价方面。他预计未通关前。今年全年楼价会有约3%至5%的升幅。 另外。美联集团昨天举行股东周年大会。黄建业已与98%的得票率连任董事。